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被声纳雷达层层覆盖的时代 真的还存在能在水下消失的潜艇吗 它不仅不快还不是核潜艇 甚至可以说在水下它并不灵活 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它潜入深海之后 美国最先进的反潜系统却开始失明 声纳在工作算法在计算 可目标居然直接消失了 这不是个案 在过去几十年底它一直被列为 北约反潜体系中最不愿意遇到的目标之一 它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工程代号为636的改进型击落级柴电潜艇 在北约内部 它有一个霸气侧漏的外号大洋黑洞 为什么是黑洞 因为声波打进去就很难再出来 在声纳兵的耳机里没有清晰回波 只有杂音和一段让人心里发紧的沉默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一个被声纳彻底照亮的海洋里 它究竟是如何消失的 其实答案就藏在他那套领先世界的静音技术里 事实上 击落级潜艇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服役 被誉为柴电潜艇领域的静音之王 这种潜艇不仅是苏联海军的主力践行之一 它也大量出口到中国 印度等国家 引起出色的静音性能而声名远扬 但如果我们想要解开它静音的秘密 就需要了解一下潜艇噪音的主要来源 首先 潜艇内部运行着许多庞大的机械设备 比如巨大的柴油机 发电机 以及形形色色的水泵和压缩机 一旦运转起来 它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战斗 这种机器战斗会沿着舰体传播到海水中 极其容易被远处的声纳系统捕捉到 而这对海量的噪音源头 俄罗斯工程师给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所谓的 伏法减震系统 具体来说就是 它们没有将这些庞杂的机器 直接固定在潜艇的船体上 而是将它们安装在一个大型的整体伏法上 伏法与停艇之间配备了数量庞大的减震器 使动力装置仿佛被弹簧悬挂起来 这样一来 即便这些动力设备猛烈震动 震动能量经过层层滤波后 所传递到停艇也会大大衰减 就像站在弹簧床上奔跑一样 床垫会吸收大部分动能 地板根本感受不到什么震动 这个设计让潜艇的机械噪声 骤然降低了一大半 但要做到隐身静音 这还远远不够 改进型基洛级的船体 还披着一件特殊的隐身铠甲 学名为声学吸波瓦 一旦近距离 观察到这型潜艇外壳水 就会发现它全身覆盖着密密麻麻 类似地青的黑色橡胶吸收瓦 这些瓦片内部设计了复杂的微孔结构 它们并非为了装饰 而是为了吸收和隔绝声波 一方面 这些吸波瓦可以吸收外部声纳发出的声波 当敌方声纳波冲击到瓦片时 就会被瞬间吸入进去 声波在内部被多次反射吸收 能量被逐渐消耗掉 使得回声几乎无法返回 所以潜艇在主动声纳探测下 就会直接消失 另一方面 吸波瓦还能吸收并隔绝潜艇自身残留的噪声 它将给潜艇披上一层厚厚的隔音层 使内部传来的微弱震动和噪音 封锁在挺身之内 此外 这型潜艇还采用了独特的 七叶片大侧青角螺旋桨 它的造型如同弯刀 这种设计可以使螺旋桨在旋转时更加平稳 极大的抑制的因快速旋转所产生的空炮噪音 将以上各种精英技术组合起来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最终 当改进型机构机潜艇关闭柴油机 切换到低速电动巡航模式时 它的噪音水平甚至低于海洋本身的背景噪声 换句话说 对于反潜声纳系统来说 它只是一团琐碎的背景噪音 毫无可视别特征 这就意味着改进型机构机 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越对手的防线 而敌人对此毫无察觉 历史上多次俄罗斯海军演习中 改进型机构机都展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隐身能力 他们在水下静静航行 往往在对手察觉之前就以悄然隐去 让人无从追踪 这就是以大洋黑洞的恐怖之处 改进型机构机是里程碑式的存在 是人类在物理规则下 所能打造出的最安静 最致命的水下杀戮机器之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21世纪 这艘老牌潜艇早已不甘心 制作一个暗中的刺客 经过最新的636.3 击落型缠电潜艇的现代化升级 它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战略级别的 水下导弹发射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 俄罗斯就派出黑海舰队的击落级潜艇 发射了多枚口径巡航导弹 对叙利亚镜的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从而首次展示了 这种武器系统的实战能力 此后 多艘升级后的击落级潜艇 承担了类似任务 我们可以大胆发挥想象力 它就是一辆潜伏在水下的 卡丘沙火箭炮 只不过它发射的不是火箭弹 而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 口径巡航导弹 它的火力配置远远不止于此 击落级潜艇虽然排射量 只有3000多吨 体型并不算非常庞大 但它的武器装备数量 却令人叹为观止 击落级潜艇 全部装备有6具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在过去 这些发射管 主要用来发射重型线岛鱼雷 以便对付航空母舰 或驱逐舰等大型水面目标 然而现在 这6个发射管 已经被升级改造 用来发射口径PL前射巡航导弹 只要安装适配导弹的相关模块 就能将不同的 远程巡航导弹发射出去 甚至更远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艘潜艇 根本无需再冒着生命危险 去突破敌人的反潜网 也无需接近敌人的海岸线 它可以依靠自身 无与伦比的静音优势 安然地潜伏在 黑海深处的安全角落里 需要打击时 它只要稍微上浮到 潜望境深度 伸出通信天线 从卫星或指挥中心 接受目标左标 然后一枚枚修长的口径导弹 就会被高压气体 从鱼雷馆中顶出水面 助推器点火后 立刻冲向舱情 长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 及时而去 无论是基辅的发电厂 还是利沃夫的指挥中心 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这样一艘升级型潜艇 能够携带多枚口径导弹 使其打击能力 堪比一座 移动的远程火力平台 导弹发射完毕后 这艘潜艇甚至无需停留 便立即下潜 依靠静音电动机悄然离去 再度隐没于深海之中 这就是改进型基洛级潜艇 在俄乌战程中 展现出的真正战略价值 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兵器 而成为了一个高价值的战略资产 造一艘这样的潜艇 俄罗斯大约要投入 4亿美元的真金白银 这还不包括 它所携带的昂贵导弹 和训练有素的艇员成本 它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手中 最隐蔽 最可靠 最难以被击中的远程打击地器 有了它 潜艇仍在海中巡航 对手就不得不全天后保持高度戒备 因为永远不知道 下枚导弹会从哪个海域射出 这就是大洋黑洞的完全体 左手是极致的静音隐身 右手是致命的远程打击 它似乎应当无望不上 也称得上深海中绝对的王者 但是 就在这艘潜艇 自认为无所不能的时候 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正在悄然逼近 最近 一艘改进型极乐级潜艇 完成长途巡航 缓缓地驶入 诺沃罗西斯克港口水 一切看似黯然无恙 诺沃罗西斯克 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后方要地 也是俄罗斯撤出克里米亚后 特意打造的避风港 港口周围布满了密集的防潜网 岸上部署着重重防御炮火掩护 还面赏巡逻艇来回游异 对于潜艇来说 没有什么地方 能比这里更安全的了 然而 就在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港口 终止了基洛级潜艇的不败神话 12月15日乌克兰方面宣称 他们的一款新型无人潜航器 据报道代号为 潜海宝宝或悠悠威 已经悄无声息地 潜入这座铜墙铁壁版的港口 这种无人潜航器 外形更像加大版的鱼雷 没有船员 不需要氧气 极为隐蔽 它潜伏在离海面 近有几米的深度 悄然穿过坚固的防潜网 绕过岸上和海面的巡逻艇 像幽灵一样 逼近了停泊在码头的 改进型击洛机潜艇 并最终与其发生撞击 这些无人潜航器 通常有远程遥控 或预先设定程序引导 在到达目标后 自动撞击并爆炸 相当于水下的无人自杀武器 它们体积小 成本低 探测难度高 使得传统水下防御系统 捉心牵手 尽管俄罗斯方面 没有公开承认潜艇的 具体损失情况 但是这次袭击 已经在全球军事圈内 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海军战士上 是绝无仅有的 这当然也毫无疑问地 成为了21世纪 最具讽刺的一幕 一边是耗资4亿美元 凝聚了数十年 反潜技术结晶的深海霸主 另一边 则是花费不过几十万美元 用现成零部件 拼凑而成的连下无人机 结果 这个廉价的塑料玩具 竟然在敌人最安全的港口中 对这艘不可一世的 击落级潜艇 发动了偷袭 这不仅仅是一场袭击 更是一场 彻头彻尾的技术羞辱 它无情地暴露了潜艇身上 一系列被忽视的致命弱点 首先就是 击落级潜艇的隐身技术 这种所谓的隐身 只是有条件的 改进型击落级的超强静音性能 完全依赖于 它在水下 缓速航行时 螺旋桨带来的低噪声 一旦潜艇停泊在港口 与岸上电网连通 充电不及时 动力系统几乎停败 机载设备正常运转 和船体温生 直接让它成为 一个巨大的静止发热体 此时 再昂贵的锡波瓦和浮法 也难以掩盖 潜艇向外散发的热量 在悠悠威的传感器眼中 这艘潜艇 俨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 毫无威胁的金属靶子 其次 这艘潜艇的传统防御 已经过时 过去 人们防范潜艇时 依靠P8反潜机 投放声纳浮标 或者由驱逐舰 拖曳巨型声纳阵列 这些重型装备 是针对大型核潜艇 而设计的重量级武器 如今 面对数量众多的 小型无人潜航器 这些装备显得毫无优势 拿昂贵的声纳系统 去对付像尼秋一样的悠悠威 就好比拿高射炮去打蚊子 不仅难以造像 还涂增负担 更令人绝望的是成本对比 乌克兰人 仅用数十万美元 制造的几台无人潜航器 就迫使俄罗斯 将价值数亿美元的潜艇 常年藏得更深更远 每次潜艇出港或归港 都得如履薄冰 生怕水底 突然浮出几艘悠悠威 俄罗斯的战略威慑里 就这样被这些廉价小玩意儿 悄然残属 虽然舰体没有立刻沉没 火力也依旧存在 但所有人都清楚了一件事 这艘潜艇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 坚不可摧 真正被击中的并不是钢板 而是那层长期建立起来的安全感 由此可以大胆判断 这次乌克兰UOV袭击基洛级潜艇的事件 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给所有大国海军敲响了一击末日警钟 它标志着潜艇所谓的深海免疫时代 可能已经结束 就是那个认为 只要潜入深海 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时代 已经正在离去 可以说 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且残酷的水下透明时代 在这个时代 即便潜艇被经营到宛如黑洞 也挡不住成百上千的连架 连网 由AI控制的无人潜航季风群 从蝗虫般遍布港口和航道 全天候不间断的巡逻 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 未来的潜艇该何去何从 难道这一百年沉淀的深海巨烧 真的会被淘汰吗 恐怕并非如此 但它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进化 未来的潜艇 无论是下一代基洛级 还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 都无法再单打独到 它们必须实现悠悠威化 所谓悠悠威化 就是让潜艇成为真正的水下航母 潜艇不再仅仅携带鱼类和导弹 还要搭载自己的无人潜航器编队 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是 未来潜艇在出航前 会先投放一群小型侦察悠悠威 巡视前方走精雷区 而在停泊时 则释放出一批防御型悠悠威 在周围水域巡逻警戒 专门拦截那些试图偷袭的 敌方无人潜航器 潜艇将从一个被动的躲舱角色 转变为主动的战场控制者 他不再依赖被动隐身来保命 而是依仗强大的信息感知能力 和无人潜航群来掌控战局 极洛级潜艇的故事 既是一首旧时代的晚歌 也是一曲新时代的序章 他用在港口被偷袭的尴尬境遇 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他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武器是永远无敌的 如果不能随技术演进 那么昨日的海洋霸主 明天就可能变成深海中的一堆废铁 事实上 全球多国海军 已经开始围绕这一理念 进行探索与革新 美国和其他国家 纷纷加速研发各类水下无人机 和无人潜航器系统 并设想将其作为 潜艇编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 在不久的将来 潜艇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将成为常态 有军事评论指出 从这几事件可以看出 再精妙的隐身设计 也可能在主动性丧尸时 变得无用 未来的潜艇 可能需要更加主动地 掌握战场节奏 而不仅仅依靠被动隐身 最后 火力军问大家一个问题 面对廉价水下无人机 和无人潜航器组成的 风群战术 昂贵的航母 潜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未来真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它们会被彻底取代 还是会进化出全新的形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漫无 赶紧去抢 这种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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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宝藏